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是什么 叫做自然界的变态与常态 为什么讲变态 为什么讲常态 都跟日时有关系 这一阵子呢 好多人找我做演讲跟报告 谈这一次 6月21号下午 会在台湾台澎金马发生的日时 所以我常用这个题目 他们觉得孙老师老在那边 讲变态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不是因为人变态 就是因为日时是一个很严重的病态 但是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要观测日时 第一个药物是自己不要受伤 自己的眼睛要保护好 而保护眼睛 靠一般每天戴的太阳眼镜 是绝对不行的 那我们原来以为大家都具备这方面的尝试 后来发觉不是 就很担心 日时来了 这一个令人欢欣鼓舞迎接的天象器官 却造成了某些人的视线伤害 这话可不是说得完的 有一回在印度发生了一次日全食 结果大家没有保护好眼睛 日时结束以后 有七千多人进了医院 那我们一定要小心 各位 用什么来做日时观测呢 大家现在看到的 这是传统的日时眼镜 也就是 几乎你是看不到任何东西的 戴上去了以后 我就看不到摄影机 也看不到观众了 不戴也看不到观众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个东西它能够把进来的太阳光 减到非常非常少的地步 待会会跟大家讲多少 但是呢 我自己每次去看日全食 每次使用这个东西 都觉得不环保 为什么 就因为这个东西 只有在日时的时候能用 那时候有用 用后急丢 非常不环保 这是为什么 今年我们在博物馆 就把这个 日时的保护眼睛的装置 变成了扇子 而这个扇子呢 上面有一个薄膜 这个薄膜就满足了 保护我们眼睛的要求 但是扇子的好处是 诶 科博物馆可以在上面做广告 我们这回做了两万只扇子 祸一道 几乎就被大家一抢而光 因为我们有好多合作的学校 自己也还要留在现场办活动 可你知道吗 我就不知道大家抢这么快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上面的暴龙跟石虎很可爱 还是因为科博馆的出品 大家信赖它 还是只是因为夏天热了 想找把扇子呢 但不管怎么样 正面是我们可爱的暴龙跟石虎 反面就是台湾科学节的广告 今年的10月31号到11月15号 是第一届台湾科学节 教育部主导五大管所 从基隆开始的海科馆 台北的科教馆 台中的科博馆 高雄科工馆 一直到屏东的海生馆 这五个管所来共同努力 举办这个科学节 有十大科普基地的支持 百大企业的赞助 千所学校参加百万学生共学 希望大家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呢 这么精彩的活动广告 也在我们的日食扇子上 好 我们可以在荧幕上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画那边 可爱的暴龙跟石虎 孙老师没有机会 仔细地讲暴龙跟石虎 因为我们的专题 今天主题不是石虎 但是呢 最近我们做过石虎的特展 让老师让我对于石虎 特别感到兴趣 觉得那是好可爱的一个 像家猫一样的动物啊 但可惜在台湾濒临灭绝 大家要好好的保护 这些濒临灭绝的生物吧 反过来就是我刚讲的 第一届台湾科学节的广告了 但底下明确地告诉各位 在金门 在台中科博馆 在嘉义太阳馆 它的时间 日时发生的时间 我们要好好掌握好时间 我记得过去几次看日时 尤其是日全时 在现场 总会有一个人负责大声报时间 因为好些人在日时 当下都准备的摄影机 照相机要好好地拍 留下精彩的回忆 可是呢 有的时候就忘了时间 所以会听到旁边一个人 在大声地喊报时 到了几点几分 几点几分几秒 哦那是很精彩 非常有临场感 但不管怎么样 各位注意一下这个时间 虽然说我们这回的日时 在台湾非常精彩 可是呢 我希望现在跟大家讲 它的科学 跟它的历史 为什么我们讲变态 为什么我们讲常态 各位 变态是日时 常态也是日时 这话怎么讲 天地奏变 人心京剧 是变态 过去日时发生 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热切期待 欢喜迎接 是常态 所以各位 怎么样从变态 到今天的常态 很简单 就是因为科学认知提升了 我们学天文的人 最常注意到的一点就是 因为我们的科学素养提高了 对宇宙的认识增加了 所以很多事情的看法 就彻底改观了 这也是为什么 以前的日时 是令人恐慌精具的自然现象 而今天的日时 却是一个大家 能够欢欣鼓舞 热切期待 准确地知道 几分几秒 会发生的天象奇观 很简单 就是因为人类 借由科学的发展 掌握着日地月运行的规律 那我想跟大家讲的是 各位看一下 日环石的范围 亚洲全境 一直在往西走 我其实应该改一下 这个日时起的区域呢 是在中非洲 起自中非 横越了中东 擦过印度 跨越华南 一直来到了台湾 最后在太平洋的中间 结束 所以这是一个 国际级的大事 那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台湾的媒体 或者台湾的办活动的单位 只报道台湾 台鹏金马 我觉得这样子欠缺一个 给大家国际观的机会 所以我跟大家讲 这个日时 是从中非洲就开始的 日环石 那来到了台湾 北起斗六 南到新营 西到金门 东到台东 当然在金门全境 几乎都在环石带里头 而澎湖的群岛的北边 也会看到环石 我们在金门高中 和李玉贤老师合作了 在那边有科博馆的观测队 而在澎湖跟马公高中合作 也有科博馆的人员 在那个地方 那到了本岛呢 各位可以看得到 斗六到新营之间 台中不在里面 台南高雄也不在里面 但是如果您在 这个范围的其他地方 往北往南 不在环石带里头 也不要难过 为什么 因为这一次的日时 老天真的是眷顾台澎金马 即使你不在环石带里头 但北到台北 南到高雄 都可以看到一个 食份达到百分之九十几的日片食 什么叫食份 食就是食物的食 分别的分 食份的概念是 月亮把太阳挡去了多少 但我讲百分之九十四 不是面积 是直径 也就是月亮 把太阳直径的百分之九十四 整个挡完了 在北部最大的偏时 能看到百分之九十四 各位这已经是 非常非常壮观的天象了 不过我还是要在这边 大声疾呼 第一个保护眼睛 第二个大家都要知道 礼拜天下午四点出头的时候 天上会短暂 黑下来 那它不是全时 所以并没有全黑到 你会看到星星跳出来 但是呢 它所黑下来的速度跟程度 也会让人觉得很不寻常 我记得 2009年7月22号 那一次日全时发生在长江中下游 台湾也是一个精彩的日片时 那那个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观测队 TPBS的摄影团队跟着我们一块去到了杭州 从那个地方对台湾做实况转播 但是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上海 当时上海的市政府通令全市 每个人都要知道 几点几分天会黑暗下来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大家知道这是一个精彩天象 而不是自然间的天地巨变 至少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人 有了心理准备 就不会惊慌失措了 我也希望我们这一次 大家有这样的体认 但是日时还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呢 2009年那一次7月22号 我们刚好碰上全球天文年 当时我是全球天文年 台湾的活动总召集人 咱们办了好多活动 但这个日时呢 去做实况转播以后 回到了台湾 好多民众好高兴 说孙老师啊 你们这日时活动办得真好 什么时候再办下一回吧 不是那么容易啊 我们要听太阳 听月亮的啊 不是我们自己说办就办 但是呢 我想跟各位讲一下 日环时在这次 在台湾台澎金马的经过 有非常深厚的教育意义 所以我在这边 尤其各位能够认真参与 展望听讲的 我相信都是对科学 跟科普推广 有兴趣的 所以我想跟您讲 听完这个演讲 各位就能够把您在这个演讲里面 所收获的关于日时的知识 普遍地传递出去 大家都当作一个科学兼兵的角色吧 那在科普推广机构 我们会安排系列课程 像我们在科普馆 在其他的馆所 像不同的天文学会 有系统的来提升 整体国民的素质 那至于中小学老师呢 我们真的很希望中小学老师 也能够使用这次日时 作为对于全校学生的 一个良好的自然教学的机会 孙老师 我们那时候在科普馆 办了培训活动 请好多中小学老师 到科普馆来 上了培训课程以后 可以拿到扇子回去 带着自己学校的学生 做观测 只不过呢 这一回日时发生的是 礼拜天下午 跟夏至 它是夏至那天没有错 但是呢 夏至是国立 日时永远发生在农历初一啊 所以我们只是看到 农历初一刚好碰上夏至 跟夏至没有关系啊 不要想的是说 呦 冬至吃汤圆 终于找到夏至可以看日时了 夏至跟日时咱们没关系的 但是呢 我们会希望老师们 即使是礼拜天 也能够想办法让学生体会到 这个天地巨变的精彩天象 那至于说各地的天文爱好者呢 当然大家都在办活动 希望把这个讯息 跟这个知识 跟精彩的天象传递给大家 尤其是要帮大家解惑 我想跟大家讲一个很有趣的观念 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 或者是我们电视电脑前面的 喜爱科学的同仁们 大家对科学有一定认识之后 身负重任 就是要帮社会大众解惑 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以前就碰到这样的状况 一般民众的科普知识程度 还是有待提升 你问他日时的原因是什么 他回答是月亮挡住了太阳 对 没有错 但你要再问他月时的原因是什么 他告诉你太阳挡住了月亮 这就大错特错了 我以前觉得大家都知道这个事 直到有一回接到一个电台访问 著名的女电台主持人 问我超级月亮的事 我就顺便讲了讲日时跟月时 顺便提了一下说 好像好多人都不太知道日月时的成因 我说日时是月亮挡住了太阳 那还有人以为月时是太阳挡住了月亮呢 那个女主持人就说了 难道不是吗 我一听就害怕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努力来做这样的工作 一方面推广科学知识 但是另外一方面重要的是解惑之余 可以避免我们的社会大众跟学生 亲子家庭不要受骗上当 大家可以看得到社会大众科学教育很重要 为什么 我要举两个例子 网络上有相当多公然造假的图像资讯 举个流传很久的例子叫日月同辉天地奇观 而在这个日月同辉里边 你看到的是满月跟落日并出 但是你看这个画面 用我们正常的天文知识来判断 您觉得有可能吗 中间的是落日 右边的是满月 有不同版本 落日刚好被山峰挡住了 但是一个将近满月的月亮 高挂天上 就跟落日在同一边了 最荒唐的是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在网络上流传的时候 还说了多困难 这位德国的摄影师用了16台相机 等了好几个月才拍到这个令人感动的震撼画面 各位你看到没有 两颗长得高高的像是福奇树的中间 底下是落日 上面是满月 他说了等了好久 我需要跟各位讲 如果大家有基础的天文常识的话 这个画面是你永远等不到的 你永远也等不到 落日跟满月同框的画面 为什么 是因为太阳光在这个图像上 来自右边的远方 月亮绕着中间的地球转 外面这一圈描绘出来的是月球的月像 所以如果月亮转到了地球跟太阳之间 就是我们说的初一朔了 太阳无论月亮转到哪里 永远把月亮的一半打亮 一半 月亮完整的一半打亮 但因为月亮绕着地球转 所以地球上的人们 无论白天无论黑夜 只能看到这个亮面的一部分 如果月亮绕到了地球的后面了 太阳打亮的那完整一半 地球黑夜的人看到一清二楚 那个叫望 叫满月 也就是中秋节的时候 那个时候看到个圆形的满月 但等到月亮再往下头走到了下旋 回到了新月 再到上旋 人们在地球上能够看到的亮面有限 就出现了月像 各位 当你有了这个基础的概念以后 你再回头去看看 刚刚那个日月同辉天地奇观的事情 各位 你觉得太阳光 满月是太阳光照亮的那一面 您觉得太阳光有可能从遥远的右边过来了以后 到了地球前方 转一个弯 然后把满月对着我们那一半面照亮吗 不可能 所以看到网路上疯传 我就觉得心里头好感慨 我们民众怎么这么容易受骗上当 所以 虽然说大家都在努力地推广科学 但偏偏是有那样子一小撮人 躲在网路的阴暗的角落里面 在制造这些虚假的东西摆在网路上 愚弄人民 而在那边私心窃喜 你看到我把你整得让你受骗上当了 这些人真的很不应该 但这也就是我们科普工作者的责任 今天大家看了这个孙老师的演讲 我希望我们共同来分担这个责任 另外一个有趣的造假的例子 各位您看多厉害啊 二次大战的轰炸机 竟然在月球背面的陨石坑被发现了 各位 这是前一阵子 前些年呢 在网路上流传的一个特别有趣的新闻 说这一个发现 证实了月球上果然有高智文明 在那边住的人 他怎么样把轰炸机从地球带过去了 那就略过不提了 他只是说 在这个陨石坑里面 看到了一个轰炸机 各位 我们作为一个科学研究跟科普推广者 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不是吃之以鼻 或者转身走人就能够解决得了的 我们要从科学的角度来回答 这个事情是真还是假 各位 简单的是 这是哪个陨石坑 先看一下 这个陨石坑的特色很明显 中间是一个大圆 下来是一个中圆 旁边是一个小圆 找到了 在月球背面 你只要把月球背面的图展开了以后 稍微做点比对 就会找到这个 Dedalus陨石坑 戴达罗斯陨石坑 各位 这个Dedalus是谁 戴达罗斯是谁 提起此人 不能说大大的有名 但提起他儿子 他儿子叫做 Icarus Icarus 那就真的是大大的有名了 你看到没有 这个父亲已经是一个年迈体衰的人了 在帮他儿子装上一个巨大的漂亮的翅膀 这怎么回事呢 各位 Dedalus是希腊神话里面一个有名的工匠 手很巧可以做好多机械装饰 但他在国家里面 自己国里面 决斗 失手杀了人 犯了法 所以就逃亡到了国外 到另外一国去了 内国的国王看到Dedalus来了 哟 这是个有名的工匠 我要好好地用力 就要求他帮自己在皇宫里面 做了一个精美的迷宫 把一些半人半牛的怪物给关在里面 结果做得很好 国王特别高兴 从此以后有什么想做的 就叫Dedalus帮他做 当然也照顾他 照顾得不错 结婚生子 儿子都长大了 可是过了十多年以后 Dedalus心怀故土 希望能够回到我的家乡去了 国王说 我不准你走 陆路上封锁了 海面上他的船也出不去 Dedalus说了 我是个工匠 有什么可以难得倒我的事情呢 就找了羽毛来 自己制作了一个翅膀 把他跟他儿子 Icarus 背上都拿蜡 沾黏上了这个带羽毛的翅膀 您看这个图 其实画得蛮好的 那个儿子年轻 高富帅的样子 漂亮得不得了 那个老爸呢 黑褐色的手上的皱纹鸡肉球结 但是老爸刚刚把他 我们画面左边那个翅膀 外面所包的黑布拿掉了 右边那一半还没有拿掉黑布 所以这是一个正在帮他儿子准备翅膀的过程中 可是Dedalus跟他儿子说了 待会我们出发了 从空中离开这个国家 但是要小心 不要飞太低 飞低了 海水溅到了你的翅膀上 会变得很沉重飞不起来 但也不要飞太高 飞高了呢 离太阳近了 太阳的热力会把蜡晒化了 并不好 没有想到起飞的时候 蹲蹲告诫 那结果呢 儿子伊卡洛斯一起飞以后 看到了广阔无垠的海景 高兴得不得了 不自觉地就越飞越高 越飞越高 到最后 太阳的热力融化了他背上的蜡 翅膀脱落了 伊卡洛斯就直接倒栽虫的 栽入了爱景海的水中 从此以后呢 这个儿子就死了 这是一个希腊神话上 很有名的故事 但各位 我们学到一个教训 就是要听老爸的话 所以这是 但不管怎么样 这是伊卡洛斯跟 德拉斯的故事 那月球上 这个德拉斯的陨石坑 我们找到了 就是它 但问题是找到了以后 很有趣 你问一个话 问一句话说 这个陨石坑 到底有多大 答案很简单 直径80公里 这个大圈 直径是80公里 所以你如果看到 这个网络小报上面 流传的轰炸机 你告诉我 这个轰炸机有多大 至少40公里 这个轰炸机 至少40公里 40公里是什么概念 各位 从台北到中立啊 这个轰炸机 从台北到中立 你这个驾驶员 从机尾上了飞机 你得坐上车 开高速公路 走一个小时 才会到驾驶舱 我们有看过 这种轰炸机吗 它要起飞的跑道 恐怕连台湾都不够 这这么荒唐的东西 竟然有人在网络上 疯传信以为真 看来我就觉得 我们真的需要把 科普知识的基本 推广出去 让大家不要受骗上当 好了 那话说回来 我们今天看到了 日时的过程 就想看一下 日时到底要怎么样看待 各位 太阳看起来有多大 月亮看起来有多大 谁在天上比较大 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 我想跟大家讲一个 有趣的事情 回到我们的扇子上头 这个扇子很重要 我们拿了这个扇子 除了日时观测之外 平常山梁之外 很重要的是 平常山梁之余 你也拿起来看太阳 如果你能够在平常 看看太阳的大小 你就会发觉 太阳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 我们在台大 给学生上课的时候 通常第一堂课 会把全班学生带到户外 发给他们日时眼镜 让他们看一下 下午阳光普照 阳光的大 太阳的大小 几乎所有的同学 第一眼看到了一个平常的太阳 都在那边 惊讶地呼出口来说 怎么这么小 说老师你没搞错 这是月亮还是太阳啊 太阳跟月亮 我们说了差不多大 但是呢 偶尔太阳大一点 偶尔月亮大一点 大家白天没有机会 去直接看太阳 千万不能拿肉眼 直接看太阳 但是呢 也就是因为如此 老以为太阳光芒四射 一定不小 但是这就是为什么 我希望大家能够有这个扇子以后 留着日时玩也不要丢 不止因为暴龙石虎挺可爱的 你还可以平常看看太阳 这是另外一个重要的科学课题了 那答案什么 有些学生说太阳大 有些学生说月亮大 那我又问大家了 日时有几种 我们看一下 日时有几种 我们都以为三种 各位 我这样讲话你就知道 这个话里面有诈 全时 偏时 跟环时 各位 小学课本里面就教导我们 日时有这三种 那我想跟大家讲 如果你当时选的是太阳比较大 那怎么可能会有全时 全时的意思是 月亮把太阳整个挡掉了 如果你当时选的是月亮比较大 怎么可能会有环时 环时就是月亮 挡不住太阳留下一圈金边 也就是后天会发生在台湾南部的重要天象 既有全时又有环时 各位 就代表了两个重要的结论 哪两个结论 讲这两个结论之前 还有另外一句话 就是什么 就是耕正孙老师刚刚犯的错误 日时不只有三种 日时有第四种 第四种叫做全环时 或者叫做混合日时 那什么概念 我们待会回来说 好大家看一下 既有全时又有环时 所以我们很快就得出两个结论来 一个是太阳在跟月亮 在天空中看起来大小 几乎是一样的 第二个结论 有的时候太阳大 有的时候月亮大 大家不要误会 不是太阳月亮在那边做膨胀收缩的运动 原因很简单 一个字 orbit 两个中文字 轨道 就是因为地球绕太阳 和月亮绕地球的轨道都是椭圆 所以有近有远 你日时发生的时候 月亮如果离得远 个儿比较小 那就只能挡掉中间的部分 留下周围的金边 成为一个漂亮的环时 那如果月时挡在中间 月日时发生的时候 月亮挡在中间了 它距离比较近的时候发生的 月亮在天上看起来比较大 把太阳整个挡住 那就是日全时了 那可以看得到都是椭圆 所以这个话就很清楚地告诉大家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 近地点35万公里 远地点40万公里 所以会发现月亮每个月 绕着地球走 那个近地跟远地还差蛮多的 大家记得日本的三一大地震吗 后来引起了这个核能事故的 那个时候我们也受邀到电视台上去上节目 那我们就旁边其他的媒体名嘴 一块儿讨论为什么会有三一大地震 就有人说了 就是因为发生了超级月亮 超级月亮什么概念 就是月亮变得特别近 所以潮汐力增强了 把地球上板块拉得不稳定了 我听说了我就觉得很好奇了 那您说超级月亮到底有多近 咱们这名嘴说了 它这个超级月亮发生的时候 离地球如此之近 比它最远的时候要近了五万公里 要近了五万公里 别人再问说那月亮跟地球平均距离是多少 才三十八万五千公里 各位才三十八万多公里 一家伙进了五万多公里 难怪对地球产生了不可磨灭的灾难影响 可是我在旁边听我觉得好笑 它底下没说的那句话是什么 没说那句话是每个月月球都是这样绕的 近地三十五万远地四十万 每个月都这样绕 所谓的超级月亮 只不过这一次的三十五万 稍微又往前接近了几百公里而已 它只是多了几百公里 对地球完全不会造成任何影响的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它说的道理它没有讲错 近的时候的确比远的时候 要近了五万公里 这是对的 但是给大家心理上无比大的压力跟恐惧 它少说了下一句 说每个月月亮都这样转 只当你知道每个月月亮都这样运行了 你还会害怕吗 我就只说了一句话 我说那世界各地到处偶尔都会有大地震 那如果发生在不是超级月亮的时候 你要怎么解释 它说一定是火星 我们就愣住了 不知道该怎么样往下讲 地月的距离相差12% 各位 太阳跟地球的距离呢 地球也有近日点 有远日点呢 差不了太多 多少 平均是一亿五千万公里 近的是一亿四千七百万 远的是一亿五千两百万 差了五百万公里 你说孙老师这不得了啊 刚刚月亮差五万公里 现在太阳跟地球差五百万公里 没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距离够远 一千五百万 除上五百万 只不过百分之三而已 所以地球跟太阳距离的变化 是在百分之三的范围之内 而地球跟月球的变化 百分之十二 如果我们绕太阳 变成了百分之十二的话 咱们就不要火了 所以还好地球跟太阳的椭圆 不会太明显 好 回到我们的日识上面了 全时是这个样子 月亮把太阳整个光球层 完全挡住 只留下旁边一圈金色的日面 非常好看的 偏时是这个样子 可以看到上面还有太阳黑子 不过各位 你只要看到了偏时 就会知道 我们在日识发生的时候 是看不见月亮的 为什么 它刚好挡到太阳的前面 所以太阳照亮那一半呢 是另外一半 月球面对我们这一半 完全没有阳光啊 所以各位 你会看不到东西 但是你会看到太阳逐渐消失 各位 我们说了 古代先民讲究什么 日出而作 日入而习 公更而食 是早景而隐 太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光和热的来源 同时也是我们每天跟每年时间定序的规念 所以如果太阳瞬间从天上消失了 那给先民心理的压力是多大 怎么会有这样的变态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题目用到的变态 好 这是环时 各位 这也就是过两天之后 在抖六到新营 金门到台东之间 这个范围可以看到的 环时 月亮小小的挡住整个太阳 留下一圈金边 所以金边无论你要把它当金戒指也好 当魔戒也好 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但各位看一下 这个图明确地告诉我们 当太阳跟月球距离 月球跟地球的距离在改变 发生日时的时候距离改变 你会发现月球离得比较近的时候 左边第一个图 离得比较近的时候 刚好太阳的影子 被月球挡住的影子 落到了地球表面 那在那个影子之内 正中央的之内 就会看到全时了 旁边影子之外 那个比较淡的区域里面 会看到偏时 但各位 第二个图像告诉你说 如果月亮 当时距离地球是比较远的 你就会看到一个环时 因为太阳被月亮挡住的光线 那个影子 没有办法直接落到地球 而落到地球以后 是它的反影 英文叫做negative shadow 它的反影 所以在那个反影里面 或者是围影 伪装的围影 在那个范围之内 人是可以看到一圈金边的太阳 因为月球太小 那如果第三个图像 就是偏时了 那您会说 孙老师 你刚刚不是说 日时有第四种吗 叫什么全环时 那我想请问各位 看这三个图 发挥您柯南的观察能力 福尔摩斯的判断能力吧 全环时怎么发生的 很简单 看第一个图跟第二个图 月亮挡在中间 发生了全时 这个时候 你把月亮逐渐往外头推 往太阳的方向推 以后你说孙老师 推过去以后 就会出现环时 对不对 但如果你推的刚刚好 在两个之间呢 也就是那个月亮的影子 尖点落在地球上 那在尖的那一点 会看到全是 因为它在影子里头 但如果离开那个尖点 到了两边 地球是个圆形的东西 它尖点落在上面 但如果你离开旁边 左边到右边 都是比那个来得要后退的 一后退就变成环时了 大家可以了解吗 在那一点中间看到是全时 在两边看到的是环时 这个就叫全环时 既有全时又有环时 其实还是一样 漂亮的不得了 还是一样距离造成的 只不过要等到全环时 是更困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要刚刚好 月球跟地球所在的位置 是在全时跟环时之间 好 那日时的现象 我们要说了 各位 环时没有那么夸张 但今天我们讲讲全时了 天急速变暗 星星会出现 大地昏黄 鸟兽归巢 可是现在咱们看不到 什么鸟兽了 待会再说 温度降低 凉风奏气 我们自己有一回 1997年 3月9号 到了中国大陆最北边 黑龙江省的 墨河县的墨河乡 到了黑龙江 盼去看一次日时 那个日时经过了 西伯利亚 跟中国大陆的东北 非常精彩 3月9号 去大兴安岭 知道那边环境的人 会说Are you crazy? 不知道人会说怎么了 我想请问各位 3月9号是个什么天气 在江南早已经是 杂花生树 群蝴乱飞的美好天气了 春日了 但在东北大兴安岭上头 各位白天比较冷 气温平均零下26度 晚上更冷一些 气温零下 平均零下45度 没有到过大兴安岭 还真的不知道 什么叫做冷 但在那个冷的环境里面 当日时发生的时候 月球影子移过来 把你笼罩在里面 你已经是零下26度了 没有想到日时发生的时候 我把温度计拿出来一看 零下32度 瞬间低了6度 月球阴影能够造成的温度改变 是不得了的 但为什么会凉风走起 很简单 月球阴影底下温度降低了 外面温度还是高的 你有了一个温差以后 就会产生对流 就会有风 多有趣啊 然后那个时候呢 精彩的是 除了绕色条文之外 一轮黑日高华天空 星星也出来了 各位 如果各位有机会 能够去看一个 精彩的全时的话 孙教授看过 最令人感动的那一刹那 就是全时一出现 天上的星星 几乎是跳出来的 而有两个亮星 出现在太阳 一近一远的位置 各位那不是恒星 那两个亮点是什么 水星跟金星 待会如果走到最后 我们有时间的话 孙老师想放一个 我们非常尊重的 台湾的科学教育的 天文科学教育的前辈 陶凡林老师 在2008年 嘉宇观所拍摄的一个 日全时的录影 那个很精彩 好了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 当这个日时发生的时候 顺便讲一下 我们当时到了黑龙江边 这就是我们小时候 地理课本上讲的黑龙江 当时3月9号 整个江面还是结冰的 结冰了以后 你可以走下去 可以一路走到俄罗斯的 当然当地是不希望 你走到俄罗斯去 好玩的是 中俄两国的国界 摆在什么地方 就在江心中央 当地政府凿了个洞 插了一个简陋的木牌 木牌上写了五个大字 国界请止步 江心中央 一线化开是两国的国界 中俄的国界 当时我们去观测团的 台湾师生一行十人 就顺着山坡 走下了江面 走过去 踏着极西的深雪 走到了江心中央 因为整个江是结冰的 大家站在那个牌子面前照相 觉得难得来到了 最北边大陆的国界边界 有一些年轻小朋友 我们研究生专业助理 同心未敏 看看四下无人 就把脚伸到那边去了 心里头撕心窃喜 到俄罗斯一游 那我自己呢 我觉得那是小孩动作 太幼稚了 当时我心里面 涌起了一股冲动 想把那个牌子 拔起来以后 走几步再插下去 做点开疆拓土的工作吧 只是好玩 细节不多说了 那一次的日识 留下了深刻的体验 有机会我们再仔细说 绕摄条文是怎么回事 各位 这个是绕摄条文 也就是说 当月亮即将把太阳 整个挡掉之后 之前的最后一刻 一点点阳光 从背后绕过来 学过物理就知道 当你的光线 绕过一个边缘 会产生绕射的现象 Diffraction 而这个绕摄会在屏幕上产生 许多平行的斑纹 那如果说你去看日询时的话 千万要记得 看日询的地方 旁边要找个有白墙的房子 或者地面是白色的 那您说了 孙教授 您刚讲的这个黑龙江 1997年不正是一个 最完美的地点吗 对 满地的血缘嘛 满地都是白血 我们需要挖开 极深的 极腰的这个深血 才能够架上望远镜 拍日识呢 满地都是白的 以放眼望去 地面是多好的 能衬托出 绕摄条纹的环境背景 结果呢 我后来好后悔 因为我只把注意力 集中在天上 一轮黑日 周边一圈金黄色的日面 旁边一个水星 一个金星 看着都看呆着 而且当时还在干嘛 各位还在努力地搜寻 跟日识同样出现的彗星 97年那一回 我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 年纪稍微长一点 人会记得 1997年那次日识 不是只有日识这件事 那个时候有一个亮的彗星 肉眼可见的彗星 叫做哈尔波普的 前不久就出现在夜空里头了 出现在夜空的彗星 已经肉眼可以看到 已经很令人惊讶赞叹了 更不用说白天 太阳一消失 连彗星都会出现 这个日识跟彗星 并出的奇观 在历史上是 极端不吉利的 两个天象同时出现 但当你了解了 两个天象的本质之后 这个极端不吉利 就再也不存在了 就变成是个壮观无比的 叫做日识跟彗星 会同时出现的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你知道吗 所以当太阳被挡住 大家好着急地在找 彗星在哪里 我们也抬着头找 结果日识 两分多钟之后结束了 喘了一口气以后 定下心来 旁边的学生竟然问了一句话 说老师啊 你有没有注意到 刚刚日识要开始的时候 地面雪原上面有好多横的线条 在那边抖动晃动 我说 你怎么不早说 你要早说的话 我也看到了 好可惜 这么好一个环境 我却错失了 这个看到绕舍条文的机会 所以孙教授 把自己的痛苦 跟各位分享 希望大家以后有机会 看全时的话 不要像孙教授那么傻吧 好 再看下一个 真正发生的日识 就是这个样子 天不会全黑 为什么 因为四面八方的光 还是会出去 还有一圈金黄色的日冰 让天空变成了淡蓝色的 深蓝色的 变成了深蓝色的 而地面上呢 经过日冰的照耀 变成暗黄色的 所以并不会全黑 当然你会有更精彩 更漂亮的日识 就看你的观测技巧 跟摄影技巧如何了 但有趣的是 在历史上面 日识还扮演出 非常有趣的角色 日识是个坏家伙 可是您看到 这个历史故事是 西元前585年发生的事情 那个时候 在中亚有两个部落 一个叫做米底斯人 一个叫里底亚人 里底亚人就是发明 钱币的有名的里底亚人 这两个城邦 连年征战打了十年 打到最后 日识都发生了 各位 对先民来讲 太阳是多重要的东西 你打仗 打到日识发生了 他们说 老天爷生气了 上天示警 要把太阳拿回去了 赶快丢下兵器 是罢兵言和 再也不打了 那他们一决定 不打了以后 太阳就出现了 好高兴 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 你说孙老师 他如果不打 他继续打 太阳也还是会出现 但他们不知道 这先民的传说很有趣 东西兵器丢下来以后 太阳出现了 就好高兴 这是我知道的日识 唯一干过的一次好事 但日识 会给大家心里上很大的压力 那是因为先民 不知道日识的本质是什么 那您说 时至今日 各位 日识对我们的民众来讲 有没有什么生活上的影响啊 好多人说 孙老师这怎么会呢 日识在天上如此漂亮 大家欢欣鼓舞的去 去迎接 去观测多好的事情啊 No 日识对我们现在 现在的我们呢 生活也还是会有影响的 说什么影响 各位 台湾电力公司 需要超前部署 为什么 太阳光电 在日识发生的时候 会急剧的降低 提供的电量 大家想过这一点吗 所以我觉得 台电同仁好辛苦啊 他们想 及早先预测 太阳跟月亮 走到什么地方 它的太阳光电 整体的系统 发电量 会减少百分之多少 而这一次 是个压力非常大的现象 为什么 即使到最北到最南 都有94%的太阳不见了 我想问一下各位 94%的太阳 从天上消失了 你觉得你的太阳能板 还有用吗 没有用 所以怎么样 其他不同形式的电 就得要提升了 所以你们想过这件事情 日识对我们的生活 是有影响的 但台电 已经早就知道这个事情 会事先部署 让我们不会感觉到 日识来的会跳电 那就很悲惨了啊 所以不会 很好 我们很高兴 还有人很辛苦的 这是我们讲的 米里斯人跟李迪亚人的战争 但是呢 中世纪天空雪山 观察日识 也是很明显的 所以历史上 出现了很多 那原理当然很简单 是月亮 绕到太阳中间来了 挡住了太阳 跟地球中间啊 但是千万要知道的是 乘一直线 难道不应该 每个月都有吗 你有没有注意到 地球绕太阳的面 叫黄道面 月球绕地球的面 叫白道面 咱们这里头没有黑道面 但黄道面跟白道面 不是在同一个平面上面 两个平面 有五度的差别 有五度的倾角 有五度的倾角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月亮绕地球 这一个椭圆 跟整个黄道面 只会有两个焦点 一个叫深焦点 从下面上来 一个重新回到黄道面 往下穿过 叫做降焦点 也只有在深焦点 跟降焦点 刚好是处于 太阳跟地球之间 那条连线上面 才会发生日时跟月时 所以不是每个月 都有一次日时 都有一次月时的 那这边有一些观念 孙老师提一下 大家记得 地球经过的潮汐调整 会让月球的转动 做改变了 所以各位 大家都说了 月球的自转周期 等于公转周期 这个出现在 好多中学生的考卷上 学生只能死背 然后照抄 其实现象很有趣 为什么 你不要管科学术语 什么自转周期 等于公转周期 只要跟你讲一个现象 就是月亮 一直用同一面 面对地球 永远是有兔子的那一面 如果你知道我在说什么的话 月球正面的阴影 看起来就像是个 大耳朵肥身子的兔子 那无论是星月满月 上旋下旋 这个兔子永远在那面上头 你就知道 月亮一直用同一面 面对地球 你说月亮 为什么这样做 难道月亮也是个爱美的人 觉得我左边脸特别漂亮 一直给你看吗 不是 经过了长期的潮汐调整 月球跟月亮 透过潮汐地球 把月亮调整成为 一直用同一面 面对地球 这个叫潮汐锁定 Tidal Lock 那你说这样子 有趣吗 很有趣啊 继续发展吗 当然继续发展 各位 你会觉得就这一面 这50%吗 不是 因为我们说过了 月亮轨道是椭圆 有时候快 有时候慢 那自转很均匀 固定的快慢 所以有的时候 你多看到左边一点 多看到右边一点 这是为什么 我们看到的月球的 地面看到的月球啊 59% 这个现象叫天平洞 曾经是学生 中小学课展的题目 那你可以看到 新月在这个地方 上旋在这个地方 满月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到这个兔子没有啊 右边兔子肚子朝上 头在中间右边 耳朵在朝下 两个耳朵 在右边大概三点钟方向吧 那那个头呢 在比较上的地方 绕过来左边从十点开始 一直到下面的八点钟 一个肥肥的身子 这个兔子呢 无论在满月下旋 或者是上旋 都看得到这个兔子 所以大家就知道 他是用同一面 面对我们 那更有趣的是 月球引起了地球上的潮汐 对民众生活的影响 就是你会看到 潮起潮落 当然最有名的是 前唐江大潮了 咱们虽然有影片 可是咱们现在先不放了 曾老师怕时间有限 但是好玩的是 我们刚刚说 太阳跟月亮 在天上看起来差不多一样大 实际的大小呢 也很巧 我们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人 真的幸福 因为太阳 比月球 大四百倍 但刚刚好 太阳也比月球 远四百倍 这个大四百跟远四百 互相抵消 所以太阳跟月亮 在天上看起来几乎是一样大的 但是问题是 古往今来都是如此吗 过去呢 各位我们知道 月亮是从地球被撞出来的 当地球早期在 四十五亿八千万年左右 形成的时候 形成之后 还没有几千万年 咱一下 一个巨大的天体 像火星大小的 比地球要小一些的 直接撞上了地球 大量物质喷溅出来 环绕的地球赤道绕 运行 在两三千万年 很短的时间之内 在两三千万年 就凝结形成了月球 所以月球的年龄 跟地球其实差不了太多 都是四十五亿年多一些 但后来 当水分出现了 海洋出现了 月球慢慢就被地球 透过了潮汐调整 越推越远了 你说越推越远是什么意思 过去很近 过去可以进到 一万八千公里 那个时候月亮在天上 看起来非常巨大 不但巨大 科普的定律告诉我们 它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那现在越来越远 是越转越慢 同时月亮也让地球 越转越远 以前早期的时候 地球转一圈 不会到二四小时 最早期可能是五六小时 就转一圈了 我的学生听到都好高兴 他那时候上课下课一定很快 一天只有五六个小时 但现在呢 二四小时 可是您说 月球呢 绕地球一圈 二十九点五天 或者是二十八点 多少天 我们知道农历一个月 刚好是 不是说望月 说望月是二十九点五 那我们讲说 就是绕一圈的恒星月 二十八天多 各位 未来呢 越来越远 就越转越慢 地球越慢 月球越远 什么时候 能达到平衡的时候 五十五天 牛顿力学的计算 有一个说法是 到时候地球 自转一圈 要五十五天 各位 那个上课下课可就慢了 月亮绕地球一圈 也是五十五天 所以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月亮跟地球 永远用同一面 互相面对 这样转 月亮只看到地球这一面 地球只看到月亮这一面 那是很悲惨的环境啊 为什么 只有在地球正面的人 看得到月亮 在地球背面的人 想要看月亮就要出国 那就是往后 必然会发生的现象 五十五天 所以这也是一个 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地球跟月球互相作用 不断地演化的过程 我们从来没有固定 在那边不动的 就想到苏东坡的 前赤壁赋了 是不是 是自其不变者观之 从不变的角度来看宇宙 视者如斯 而未尝亡眼 看得河流江水 视者如斯而未尝亡眼 但如果从自其变者观之 从他变动的角度来看的话 宇宙曾不能以一顺 也就是宇宙连一顺的稳定都没有 苏东坡怎么这么厉害 听起来简直就像是个理论天文学家 但不管怎么样 你说月球跟地球这样子互相潮汐锁定 55天的潮汐锁定 同一面面对对方 这个事情在太阳系其他地方发生过吗 当然发生过 谁 冥王星 就是那个可怜的被干掉的冥王星 冥王星跟明卫一 它的卫星可真大 明卫星的直径2370公里 明卫一的直径1200公里 大概是一半的大小 你说地球跟月亮 月亮也不小 地球直径12800公里 月亮直径3476公里 大概差到四倍左右 冥王星只有两倍 所以明卫一对冥王星的影响很大的 它们已经达成了互相的潮汐锁定 如果哪一天您或者您的孩子 去冥王星旅游的话 就会看到这个有趣的画面了 那细节咱们就不多说了 天气之间互相影响持续演化 如果有机会 我们再回来看潮汐的影片吧 日全时的长短 最久的日全时 理论上会到7分31秒 我自己看过的日全时 短的大概一分多 长的话五分多 在黑龙江那回 两分46秒 非常精彩 那你说孙老师 是不是越长越精彩 No 理论上可以到7分31秒 但等到我开始看到 五分多钟的时候 我就觉得 那个全时不好看 怎么讲 我们说 为什么会到7分31秒 各位很简单 满足四个条件 其中有两个条件 我们刚刚都说过了 为什么 一个是地球在远日点 所以太阳看起来很小 第二个 月亮在近地点 所以月亮看起来很大 所以我们如果用最大的月亮 去遮最小的太阳 你就会有一个时间 比较长的全时 另外还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发生的尾图在赤道 一个发生的时间在中午 时间在中午 尾图在赤道 代表它整个太阳 月亮地球的排列 是非常非常工整的 排列的很好的结果是什么 月亮在轨道上 即使移动了 它的影子在地球上 走得很慢 排列的越好 影子移动的越慢 所以你的日式时间 就比较差 但是我们看一下 月球阴影长什么样子 各位 这就是月球阴影的样子 漂亮 在地球上有这么大个阴影 看起来还是挺吓人的 那你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动画 实际上拍摄到的影像 把它连在一起播放 2006年 从卫星拍摄到 各位 您认得出来中间那个粉红色的 巨大的洲吗 非洲 右边下面是马达加斯加 左边非洲是一个凹进去的几内亚湾 所以你看得到月球的阴影 从几内亚湾 从左下往右上画过去 所以这个是我们常常看到的 月球阴影 从地球表面走过去的样子 但重点是 今天科学家 为什么能够预测日时 就因为经过长期的观测 跟理论上的计算 科学家能够掌握到了月球绕地球的周期 地球绕太阳的周期 跟各种微小的变化 那我们不要讲微小的变化 我们先讲大的周期 既然日时会反复发生 就一定有规律 对 各位 每18年 11又三分之一天 太阳 月亮 地球 会重复同样的排列 那我想问各位了 你说这个太阳地球月亮的事情 跟我们有什么相关 有密切的关系 18年 不要想到王宝川了 跟他没关系 我们讲19年 如果您的岁数大过了19岁 您应该会知道 在19岁生日的时候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会发生 好多人都知道了 在那一天呢 您的国立生日 跟农历生日 会重新重合在一起 可是你知道 现在的孩子 上课我问了 有一半人不知道 他们的农历生日是哪一天 我只能说 回去问你妈 你的生日是哪一天 大家都习惯过了国立 我们小时候 还过的是农历的生日 但不管怎么样 您的国立生日来自太阳 您的农历生日来自月亮 当国立跟太阳地球月亮 回复到同样排列 自然您的国立跟农历生日 就回到了同一天去了 我上课讲完 好多学生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下课一个学生哭哭啼啼地过来找我 说老师 我没有 我说怎么了 我19岁那一天 我国立跟农历生日差一天 好难过 跟别人不一样 说没有不一样 只要在24小时之内 都算是回到了重合的地方 所以各位 您能说太阳月亮地球 它的运行 跟您的日常生活没有关系吗 都有密切的关系的 那有趣的是 为什么科学家会找到周期 而这个周期叫什么名字 日时的周期叫沙罗周期 叫Saros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18年11又三分之一天 先记得这个数字 你看一下 这是同一个沙罗周期的九次日时 大家仔细看一下 我们从最左边上面 那个日时开始 什么时候 1945年7月9号 然后下一个呢 加上18年11又三分之一天 各位 最右边上面那个 1963年7月20号 刚好 那你说接下来是什么 回到中间上面那个 再加18年 1981年7月31号 那你说再加18就1999 对 你有没有注意到 第二层的左边第一个1999 再加18最右边 中间那个2017年 再加182035年 已经超越了我们现在的年龄了 所以一旦掌握了规律 上下5000年 你随便指哪一年 天文学家都可以用这个掌握的规律 告诉你那一年的几月几号几点几分几秒钟 会发生日时 所以有时候孙老师想一想 我想这科学的进展还真的是能够破解宇宙的奥秘 是吧 那你说老师 那我们就站在那个地方不动 18年11又三分之一天之后 会看到同样的日时吗 错 为什么 因为地球多转了三分之一天 虽然说排列回到原来的样子 但地球多了三分之一天 差了120度 所以你原来的地方看不到 你要站在那个地方保持不动姿势 54年又34天 就可以看到日时又重新出现了 所以这是很有趣的规律 你说老师他怎么7分31秒 为什么有人看了74分钟的日时 这个人当然坐着飞机去追 那在1973年6月30号那天 他从北非外海的加拿大利群岛起飞了 坐着飞机进入了 在毛利塔尼亚进入了全时代 跟着全时代走 看了74分钟的日全时 你说老师只有两个字听起来好爽 他不是去看爽的 他是去做科学研究的 那你说是靠什么飞机 才跟得上月球影子移动的速度 不是我们一般的民航机 各位 您都有机会出去外国观光的 搭着飞机起飞 横跃太平洋大西洋 飞好了以后 飞机机长会说了 This is Captain 我们的Cruising Altitude 航行高度 巡航高度是多少 大概都在 巡航速度 我们的Cruising Speed 是多少 巡航高度在 33000尺到39000尺 也就是 11公里到13公里 那个高度 但巡航速度呢 大概时速在 八九百公里 但我要跟各位讲 月球阴影 在地球表面移动的速度 时速可以到两三千公里 一般飞机根本追不上 所以它是用什么飞机追的 您看一下 邪和号 过去很有名 现在不再飞了 如果大家有机会 查查邪和号的故事 也还是蛮有趣的 里面有很多重要的科学知识 好来到了关键 日全时的过程 各位 我们讲第一个初亏 大家都熟悉了 月亮刚刚接触太阳 第二个时机时盛 声光复原 重点是中间的三个阶段 中文真的很优美 名字很好听 英文怎么说呢 英文说 first contact second contact third contact and fourth contact 极端无聊的名字 那你看一下 前后是什么样 前面初规到实际 是前篇时 后面声光到复原 是后篇时 那这两个篇时呢 前面充满了期待 到中间精彩的发生了 后面多半观察日时的人 赶快要上车回家了 所以后篇时 真的留下来看的人并不多 如果他要全程拍完 那会留下来到最后一刻 但是很多时候 我需要跟大家讲 如果礼拜天下午 这个下午 你要出发到南部 找个地方看日时的话 心里面要做好了塞车的准备 你说去的时候会塞车 我早点出门就可以了 没有问题 去的时候 大量的人潮 会分散在前一天 前一天晚上 第二天清晨 第二天上午 陆陆续续到 环石在里面去 可是各位 最痛苦跟悲惨的时候 出现在什么时候 日时结束 日时结束 尤其是中间的环石 一旦结束了 后面的后篇时 基本跟前面前篇时 差不多 只不过电影做导片 慢慢慢慢 月亮跑掉了 太阳又出来 可大家觉得 如果没有兴趣 又担心 待会会碰上堵车 马上开车上路 各位 两三天累积的人潮 瞬间全部回到高速公路 你想 那个人潮跟过年 跟春运恐怕也差不了多少了 所以各位 你要出去 开车出去看 就要有这样心理准备 不过孙教授还是要说 为了科学 这点牺牲 算不了什么大 好 可以看一下 初盔最左边 月亮刚好接触到太阳 这个图画得很清楚 但是画得很错误 为什么 因为你竟然会看得到兔子 我说了 这一面是暗面 太阳照的是另外一面 所以你不应该看到那个兔子 没有关系 既然它这样画 咱们就继续往下看 到最后呢 月亮把太阳整个挡住了 那一叉呢 叫十纪 十纪的中文白话文 就叫吃完了 那为什么还有个叫十慎 十慎是等到月亮 移到了太阳正中央 两个圆心非常接近的时候 这个叫十慎 很快的月亮从太阳表面移过去 太阳光芒从另外一边 重新出现 那个叫神光 到最后月亮整个离开 叫做复原 那我想请问各位了 在这全时的五个阶段里面 哪个阶段最危险 我想各位都知道 声光 为什么 是因为如果你去看全时 环时的话 你还是要保护眼睛 因为太阳还是有一圈金边 全时的话完全被挡掉了 只剩下一圈淡淡美丽的日眠 每个人都会把所有保护眼睛的装置 全部拿掉 你才能看到 充分欣赏 这个漂亮的黑洞 旁边一圈金边的 你如果戴上日式眼镜 什么都看不到 可你知道吗 当太阳从月亮背后出来的那一刹那 好多人摊看美景 就忘了保护眼睛 孙教授看过了好多回 阳光从月亮背后出来那一刹那 瞬间简直就是 金光万道锐气千条 美丽得不得了 你看到那个才真的知道 什么叫天象奇观 可是呢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很多人会摊看美景 不知道保护眼睛 那就真的很危险 好 所以看得到日全时的片段 钻石环 背里珠串 这个是钻石环 是实际前最后一道 或者是声光的第一道光线 出现了一个漂亮的大钻石戒指 这个是背里珠串 沿着月亮的一圈 会有像珠子串在一块的样子 是因为月球表面是凹凸不平的 日时不是只有看好玩的 在以前曾经帮助过爱因斯坦 验证了他精彩的时空扭曲的理论 爱因斯坦说了 太阳质量很大 周遭时空是扭曲的 所以遥远的星光通过太阳旁边 本来我们看不到 被太阳挡住了 但那星光转一个弯 落到了我们地球上的人眼里面 我们就看得到太阳背后的星星了 而这个预测 听起来匪夷所思天马行空的预测 竟然在1919年的一次日全时里面 让爱丁顿爵士观测日时 验证了他的理论 从那一刻开始 爱因斯坦就被推上了大神的地位 好 我们现在回到了要保护眼睛的阶段了 各位 目视要保护 望远镜也需要保护 如果你用投影法或者用相机 那都还好 OK 底下的红字 重要的要讲三遍 不用了 您看三遍就好了 我不要讲三遍了 没有任何保护装置 直接观测太阳 是会受伤的 千万不要 太阳眼镜没有用 你拿了熏黑的玻璃 也没有用 那是市井传说 把玻璃熏黑了以后 黑的拿来看 不行的 电焊玻璃可以 就电焊功用的 那个厚的不得了的玻璃 是可以的 那以前黑白底片的胶卷 冲洗完以后 两张叠在一起 是可以的 但除了这个之外 就需要有专业的日食扇子 或者专业的日食眼镜 听起来看起来好像是那个 电视上网购的 团购的主持人 不是 我不是在这卖东西了 但是千万在没有保护的情况底下 不要去看太阳 那你看 告诉大家了 这个小孩的动作 就验证了孙老师说的 这个日食眼镜啊 不适合 小孩头那么小 戴得太松 孙老师头这么大 戴不下去 所以他 one size for all 是很麻烦的事情 但所以你看 今年的台北市立天文馆 一样也做了扇子 我觉得好高兴 这个观念 大家都能够来掌握了 所以以后不止扇子 有些地方做了明信片 明信片中央一个小小圆圈 里面装了那个薄膜 各位 如果您这一回礼拜天 真的铁了心要做科学实验观测的话 无论在台湾哪一个点半活动的去 应该都能拿到一个 保护眼睛观测日食的装置 你再看一下好了 大家各发挥创意 真的很有趣 好 为什么出来了一个 好像工业标准 ISO标准的数字表格 孙教授特别强调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扇子 因为这个薄膜 大家看一下 第一行 第二行 第三行 第四行 头两行是可见光 就是我们习惯的红尘黄略蓝电子 次两行是紫外线 紫外线 所以您有没有注意到 紫外线跟可见光 它的透光率是多少 这个数字是0.0032% %已经是1%了 再加上0.0032 千分之三 各位 百分之千分之三 千分之三再除上100是多少 十万分之三 所以各位 你不要小看 这样子的一个薄膜 这个薄膜能够把太阳光 减弱到只有它原来的 十万分之三 无论紫外线 无论可见光 红外线 最后一行讲的是红外线 要减光到百分之三 所以为什么要用这个 有些人用一些杂凑的东西 说叠在一起 我可以看得到 可见光的太阳变暗了 没有关系 不会受伤 它如果只挡掉了可见光 但没有办法去挡紫外线跟红外线 你不会知道 因为你可见光看起来变暗了 但如果它的红外线能够长驱直入 会对眼睛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 所以还是要用 专业的保护眼睛的装置 好玩的是什么 你不见得说一定要看太阳 从家里面拿一个漏勺 拿一个锅 拿个蒸盘 那也是我们的观测装饰 大家看到没有 这边我们的解说人员 拿了一个蒸盘在那边 桌上的影像 每一个蒸盘的小洞 都变成了天上 偏视到一半的太阳 多好玩 所以有一些年轻小朋友们 特别有创意的 找个硬直板来 用粗针在上面 扎出一个台湾的形状来 日偏视发生了 摆在太阳底下 桌面上就出现一个 用偏视的图像围起来的台湾 充分表现了爱台湾的情操 不是要 你如果找不到蒸盘没有关系 去什么地方 大树底下 透过了树叶的缝隙落到地上 也一个一个都是 日偏视的影像 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 针孔成像的概念 你看望远镜也可以投影 你看左边那个图像 太阳的形状经过了望远镜 落在后面焦距上面的投影板上面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那个图像 做观测跟做描绘 但千万要小心的是 这边这个图像 就是我们科博馆的天文同仁了 我们的王斌威博士 我们的黄国斌先生 林志龙科长 他们常常在有特殊天象发生的时候 带着民众做观测 但这里面有一个地方要特别小心的 为什么 如果你自己有望远镜 尽量把寻星镜拆掉 第一个关键要点 前面使用太阳减光滤镜 前面加个滤镜 只要让十万分之三的光线进来 要不然太危险 然后呢 上面那个小小的望远镜 大家看得到那个大桶的望远镜 后方上方有个小小的望远镜 那个叫寻星镜 寻星镜可以看到比较大的天驱 帮你找星星 找目标的 找到了以后 对齐了 再从底下大望远镜 就可以看到那个星星 两个条成的同轴 这个叫寻星镜 但寻星镜也还是有 透镜在里面 有聚光的能力 所以你看到没有 你千万不要说 你眼睛凑到了大望远镜 前面装了减光滤镜 好高兴在看完美的太阳 但是呢头上观测观测 就闻到一股焦黑的味道 烧焦的味道 不要这个样子 寻星镜要把它拆掉 要不然太阳光 透过了寻星镜 所产生聚光的热量 会造成危害的 好 这就是我们当年 到了2017年去 在那边做日式观测的过程 我们每一次日式观测 都很精彩又惊险的 当时我们的群团的服装 是紫色的T恤 这跟C4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只是刚好是做紫色的 摄影前的准备 我想这个细节 我们就不多说了 但是重点是 别只顾拍照 各位 我想跟您讲 您要是监观万里 长途跋涉 到了台湾南部 好不容易找个地方 准备要观察了环视 如果您对摄影机的操作 一清二楚 是个专业的摄影家 那go ahead 去拍摄 您心目中留下最美好的环视回忆吧 如果你连相机的光圈跟快门 都分不清楚的话 never mind 不要花时间去拍照 为什么 那个相机要搞定能够拍到 那个光影迅速变化的日环视 那是非常不容易的 不要低头搞了半天 终于弄成了 抬头一看 环视已经结束了 你不但没拍到 连肉眼都没看到 如果不熟悉拍照 不是专业的人士的话 放下相机 专心的欣赏 这个天地间 瞬间的变化吧 我们常常讲 日时是太阳系办活动 在学校里我说了 你看中文系办活动 外文系办活动 电机系办活动 物理系办活动 都要去参加的 现在是太阳系办活动 是大家的太阳系 所以也要去参加 是吧 当然这里面会讲一些 很感谢王宾威博士 跟黄国宾助理 他们摆进来这些 实际观测的现象 短焦 左上角是短焦 太阳变很小 右下角长焦 这两个焦差十倍 左上角的焦是200个mm 右下角的焦是2000个mm 各位你是暂时知道 长焦放大的能力非常强 短焦 宽视野的能力非常强 好 影像合成 这是一个连续曝光 我觉得看了这个图像 大家就会觉得很挫折 为什么别人拍这么好 这只是需要长期累积了 渐渐来着日时 我想跟大家讲的是说 好多日时 在这边 我待会要给大家 分享一个观念 就是日时其实 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稀罕 没有那么稀少 日时其实非常频繁的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在中国大陆 长江流域 2009年7月22号 全球天文那一回 你看一下 当时本来我们要在杭州 西湖观测 后来担心人太多 就到了一个小时 车程的天荒坪 那是一个高900米的水电站 风景也不错 转播前 浙江电视台配合TVBS 对台湾转播 那这张电视台 六套的主持人 当家主持人叫魏芬的 跟我一块做转播 这是转播前一天 预演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预演的时候 太阳好大 咱们一人打一把小花伞 让孙教授觉得丢脸的不得了 拿一把小羊伞 在那遮着 因为太阳太大了 各位如果那一天 发生日时的话 大家都会很满意 你说这怎么回事 故事来了 那天预演完了以后 大家回去 到了晚上 没有想到 下午之后 长江中下游 出现了两个巨大的雷雨包 整个中下游天气变了 第二天早上 能不能看到太阳 机会非常的微弱 那早上七点钟起来了 我们坐在旅馆的这个化妆室里面 化妆准备待会儿要上节目了 我腿上摆着主播稿 很发愁 为什么 待会儿转播要整整两个小时啊 如果都看不到太阳 那我得讲多少笑话 正在发愁的时候 一丝阳光落到了我这个主播稿上 我惊讶地抬起头来 没有想到透过了窗户 你看到太阳 太阳竟然出现了 在云遮雾眼 云遮雾眼里面会看得到太阳 预演那天我要求了 因为来这边负责拍摄传众画面的 也有中央 大陆的中央电视台摄影师 有央视的摄影师跟导播 那个架子可不一样 我要求他们 前一天 Exactly 整整同样的时间 早上八九点钟到现场做预演 他们还不太高兴 孙老师咱们这一天找我有空时间过来 把摄影机架起来练习一下就好了吗 我说不行 第二天日识发生几点钟 第一天几点钟到现场 还不高兴 到了以后才知道 各位你看这个图像知道 太阳的角度有多高 你没有在同样时间预演 你根本不知道 大家知道摄影机在摄影棚里面 几乎都是水平方向这么拍的 摄影机自己哪里会想到 有一天自己要养那么高的角度 去拍太阳 好多地方螺丝都是锁住的 还好预言摄影师就说了 孙老师还好你叫我们同样时间过来 否则我根本不知道 要把摄影机什么地方松开了 他才能够养那么高拍到太阳 所以摄影师得跪在地上 弄俩拜电 跪在那个地方拍摄太阳 但有趣的是 日识当天的亭王兵涌进大量的人潮 各位你看得到吗 在停车场里观测的都是没付钱的 付钱就到旅馆的阳台上面 有舒适的环境做观测了 日识 其实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商机 可惜他到台湾来就这么几十年一次 靠这个过活是很困难的 需要纾困 需要纾困 结果那天日识发生的时候 天上云涌了破洞 我看到阳光了 很高兴 前方的电视很好玩 因为这个日识的影子从哪里来 月亮的影子起自印度 横过了青藏高原 经过四川成都 湖北武汉 安徽同龄跟浙江的杭州 我们在杭州最后一个点 但前面那个电视机 你看在照片上 前面那个电视上面显示的 就是现在送过来的画面 第一个点 当然是四川成都了 我们充满期待 想看成都的漂亮的 全时的画面 结果你知道等到的是什么 画面一送过来 一群人在黑暗的场子上 跳祈祷太阳赶快出来的舞 一看那个画面 你就知道天气不好 因为如果天气好 那肯定那个摄影机 是对着太阳在拍的 怎么可能拍一堆人 无聊到在跳舞的过程 导播也觉得拍人跳舞很无聊 但是在四川成都 发生全时的时间 还有一点点时间剩下来 他就一转画面到什么地方去了 各位 我想问各位 四川成都是一个什么地方重要的基地 大熊猫 转过去看大熊猫 目的是什么 要看大熊猫这样的动物 在日时发生的时候 会不会感觉到经济不安的样子 但熊猫你知道吗 日时时候动物的反应 根本不可能 它可能日时过两个小时以后 熊猫会抓抓脑袋说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 真正如果你想观察到鸟兽京剧 要找那种小动物 非常神经质的 小猫小狗小兔小鸟 才能观察 但现在他们跟人生活在一起久了 什么都不怕了 所以完全不是这样的概念 好那时候 当太阳一点一滴的被吃掉 我们就既然做主持人嘛 也不能跑到外头老花时间观测 所以偶尔透过日时眼镜 拿手机拍一下 还真的能够拍到很漂亮的画面 竟然在云雾遮掩中 还勉强能够看得到日时发生 还拍得到钻石环 我都觉得老天眷顾 高兴得不得了 日全市是如此难得的天象 在杭州竟然还可以看得到 那然后全市开始了 各位这是我说的 五分半钟的全市 其实并不是那么精彩 因为月亮太大 把太阳周边的日面 几乎遮蔽殆尽 你只能看到一点点 旁边的日面 很可惜 但全市结束 回到了偏时 一路过来 天上云雾遮掩很不容易拍 大家当现场好多民众 也不知道该怎么拍 到最后拍出来 都不成功 怎么办 直接拍电视 你如果要拍电视 你在自己家里待着不是多 还有冷气呢 不知道 反正每个人在日时发生的时候 人的表现也很不一样 直接从电视拍 很快啊 中午回到杭州吃饭 各位您知道吗 一回到杭州 瞬间下起了大雷雨 整个这一条线下大雷雨 老天眷顾 让我们在日时发生的时候 天气还算好 这是我们在 09年7月22号 全球天文的那一年 所观察到的日时 日全时 下一个什么时候 各位下一个是 2017年 当时科普馆办了一个 科普旅游 我们第一次办 招募了60位老师 跟学生 三分之一老生 三分之二学生 老师跟学生 开放活动 瞬间秒杀 60几人跟团 好大一个团出发了 到美国 12天的行程 最后一天 看日全时 大家看一下 我们简单的照片记录好了 轻松的旅游行程 各位 看到没有 这一个日时呢 画面中央是北美洲 中央那个紫色的细的线 就是日全时发生的全时代 起自太平洋中央 中至大西洋中央 全世界只有美国独享的日时 但你看到 如果2017年 咱们要不办活动的话 下次在美国发生同样的日时 要到2045年 所以后来我们想想 还是办了 为什么 美国的交通时速很便利 如果今天它发生在南美洲 发生在澳洲 发生在南极 那很辛苦 但是美国的交通生活比较便利 所以我们就决定办个大活动 把这么多人 带到美国去看日时 那你可以看得到 时间也很合理 从西北方 欧里根 奥勒冈州开始 早上9点05分 到东南方离开的时候 是什么 1点17分下午 都是中午 最接近 大家日常生活习惯的时间 所以那是有 接近完美的观测时间 因为大家很早就知道 那一年2017年8月21号 会发生日时 所以早两三年 网络上就已经出现了 十大最佳地点 那你知道那些地点的旅馆 瞬间销售一空 这真的是巨大的商机啊 但天气决定一切 我们刚刚说了 但当时呢 我们这六十几个人 公开招标 委托这家旅行社 把我们送到美国 大家看到出发点是什么 左边的桃园出发了 然后飞到了直飞洛杉矶 我从来不知道 桃园跟洛杉矶靠这么近 不管了 反正出发到洛杉矶 然后呢 除了这个之外 博物馆还出了专家学者 我们是搞天文的 还有地质学家 一路跟着过去 还有讲历史讲文化的 把美国西南 无论天文也好 天文有什么 天文主要看日识 还有新墨西哥州的 特大天线镇 Judy Foster在那边 拍过电影的地方 还有什么 陨石坑 巨大的保存良好的陨石坑 还有发现冥王星的 那个望远镜天文台 Low Observatory 洛尔天文台 那地址呢 看到陨石坑 也算地址的 看到大峡谷 看到木画石公园 看到了彩绘沙漠 各位 这些都是精彩的不得了的 地址加天文的景点 所以博物馆就把这两面的两方面的两个领域的专家 邀请了几位 跟着全团出发 这是一个博物馆所办的专业旅游行程 科普旅游 所以可以看得到天地之旅 一路过来一路过去的 整个走了一二三四五周 到最后来到了右上角的丹佛 再出发到更上面的内布拉斯加 内布拉斯加去看日识 那飞机出发了 到了以后 因为礼拜天早上 一大早到了 那我们没有安排什么行程 到了本来就是要休息恢复时差的嘛 对不对 早上既然到了 先去一个地方 旅馆还不能check in 什么地方 孙教授的母校 UCLA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孙老师特别喜欢那个学校 很漂亮 所以可以看得到 全团人在那边 高兴地接受了 南加州礼拜天早上的 亮丽阳光拍张照片 也去了格里菲斯天文台 这是电影《Mamma Mia》的拍摄场景 在洛杉矶正中央 好莱坞里头 然后去了那个什么 La Brea Tarpis 也就是沥青坑 洛杉矶底下都是石油 有石油有沥青 当年好多动物陷在里头 成了完整的化石骨骼 所以今天挖出来 那个沥青坑那个博物馆 非常精彩的 终于来到了大峡谷 各位 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的地质学族主任 何公算博士 跟大家讲解 整个大峡谷形成的过程 天气又特别好 那有趣的是什么 各位 傍晚 上午我们参观完了大峡谷 中午吃完饭 我说大伙回去睡觉 到园区外面的旅馆 回去睡觉 休息以后 准备再次回到园区 看大峡谷 快至人口 明文侠尔的落日 结果落日是6点45 我们进来已经是6点20了 一进来就傻眼 所有面向西方的山壁 站满了群众 没有任何容身之处 当时心里一丝懊恼说 为什么不早点进来 后来发觉 根本不要看西边 各位 为什么 无论你看西边 还是拍西边 那落日在什么地方 长得都一样 在大峡谷 你要看什么方向 看东边 看东边 你要看东边山壁上 光影随着夕阳高度改变 产生的变化 刚开始是亮丽的金黄色 后来变成暗黄色 后来变成粉红色 再变成了深红色 那真的好精彩 看大峡谷 岩壁上光影的变化 才真的是 那个落日 为什么如此的 快至人口的原因吧 但结果呢 等落日下去了以后 现场上万的观 你先看一下有多少人 看下一张图像 人多到什么样程度 这张图像 你觉得重点是什么 你说老师峡谷很漂亮 你仔细看一下 放大一点 再靠近一点 再靠近一点 这么多人挤在那个地方 另外一张图像 你说很漂亮 西方的夕阳 重点不是夕阳 重点是什么 画面中央下方的 那个峡谷上面 竟然有一帮人 在那个地方 但等到了落日 完全下去以后 这些人都一一离开了 只有我们这团人留下来 留下来心里头暗笑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知道 大峡谷里最美的时候 是它的星空 所以那天晚上 没有光害 没有月亮 满天星斗 我们在那边愉快地讲星星 你很少同时看到 小熊跟大熊 在天上一览无遗的 通常我们大熊星座 看不到完整的熊 只会看到它下半身的 北斗七星 小熊就是北极星 跟两个护极星 没有想到 在大峡谷那天晚上 准备跟同学们讲星星了 抬头一看 我的天啊 小熊大熊同时出现 第一次看到神话里面 这两只熊的长相 讲到晚上九点多 大家一游未尽 可是呢 开驾驶bus那个司机 每天开车时数是有限制的 所以必须要离开峡谷 回到旅馆去了 但那个大峡谷的体验 真的是好令人感动 好 大家看一下 雨时坑 大雨时坑 木画是国家公园 木树干里面都是美丽的宝石 厄地地形 拍着这张团体照 那来到了西墨西哥州的 特大天县镇 那是天文学上一个 非常重要的观测设施 有27个 25米直径的天线 伸展开来 排成Y字形 在圣奥古斯丁平悬上面 能够拉大到 十几公里 做干涉仪的观测 可以有非常高解析率的 无限念膜观测 我们全团人到了那边 自然排成一个Y字形 呼应那个天线排的方式 我站在天线前面 拍一张照片 天线知道有多巨大 上面直径是25公尺 25米的直径 蛮大的 但是我还是被同学们 老师们要求 去做一个 十分傻傻愚蠢的动作 就是举着那个天线盘子 蛮幼稚的 那后来我们就到了一个 内布拉斯加州的农场上 前一天傍晚的时候 到了以后 安营扎寨 我们租了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的牧场 刚好在 全时代的中心线下方 你看同学们 搭起营仗来可真迅速 十二人仗一组一组 马上就搭好 我们搭了好几组 六组十二人仗 睡电 买了发电机跟充气机 一个个睡电打起来 大家都有睡电可以睡 他们好高兴 还找个导演 也给我 给我一杯咖啡 坐在那边 享受傍晚的闲事 到了晚上 讲星星 星光夜雨 第二天 本来以为看不到了 为什么 晚上云进来了 但还好 第二天早上 天又变亮了 太阳又出来了 大家看得到 这个好可爱 所以记得 我们这一次台湾的日环食 即使你在台北 新竹 台中 高雄 台南 都可以玩这个游戏 偏食就会出现 这样的效果 当时在拍照 拍到漂亮的 你说鸟兽京剧 牧场上 当然有好多动物 你看有羊 有狗 还有马 你跑过去问他们说 日事发生了 你们害怕吗 马就摇头说 不会啊 不会啊 在那边摇头 所以大的动物 其实都不会受到影响的 还是能够拍到 钻石环 跟中央的全食 所以那次 美国的观测呢 也给我们留下一个 愉快的生命体验 好 你看到现在 2020年6月21号 日环食 就是我们期待的 这一次了 大家现在看一下 这个图像 这种动画 在网络上 所在多有 我鼓励大家 把它下载下来以后 你就会知道 每一个日食 它日偏食的巨大范围 跟日全食 那个小小的黑点 各位 中间那个小黑点 就是全食的范围 旁边这个巨大的圈 是偏食的范围 那这一个动画 显现的就是 2017年 我们去美国 8月21号 看日食的 那个日食 2019年7月2号 这个经过的南太平洋 最后结束在 南美洲的智力 想的智力 是一个天文的圣地 有全球几个重要 天文总部都在智力 但其实不太适合看 为什么 你注意一下 那黑点移动的速度 中间很慢 到了现在 瞬间就下去了 因为它切到了 地球的湖面 中间移动得很慢 但碰到了地球区面以后 月亮动一下 那个影子跑得太快了 所以它的权势是非常短暂的 而且 右边的上来的那个阴影是什么 黑夜 很快就入夜了 所以那不是一个观测条件 很好的地方 那你说有没有好的 有 这就是我们这次 各位看到没有 起自中非 经过中东 现在擦过了印度 经过了中国大陆的华南 往下走 来到了金门 擦过了台湾 所以这个2020年6月21号 网络上如果你找到这个图的话 一清二楚 巨大的圆是偏石 所以你可以看到 偏石的范围还蛮大的 台湾很有幸 能够享受环石 但到底下 南亚跟日本韩国都有偏石 可是那偏石说老实话 不会很精彩 我跟你说 太阳被挡掉了80%90% 地面上的人如果不提醒它 它不知道 太阳是如此明亮的天体 那你现在看到 日本韩国 或者是底下马来西亚印尼 最多挡掉了10%20% 所以他们真的运气 没有台湾这么好 台澎金马的人们 要好好掌握这一次日识 下一次你说 这次要看不上了 或者是想看日全石 下一次呢 2024年4月8号 各位请拿出记事本来 翻到2024年的4月8号 记一下 这个全石发生在什么地方 中间那个小黑点 经过的是墨西哥 墨西哥斜着往上 再经过了美国的东南跟东部 也会是一个观测条件 非常好的日识 所以记得啊 2024年 你说老师 那我再等了下一次 2045年 记事本翻到2045年 8月12号 你看到没有 这个全石 它经过了美国 基本上像2017年 那个差不多的 所以各位 日识的频率 每一年少则两次 多则五次 每一百年 有240次日识 你说孙老师 这样听起来不是很稀罕吗 那为什么我们觉得日识那么少 它不是老发生在台湾 它世界各地都会跑 所以你在同一地点想等日识 机会是很少的 但如果你有这笔经费 经济条件允许的话 你看前多少年 后多少年 日识什么时候发生 一清二楚 去追逐全石 如果你还有多的钱 追逐环石 那至于偏石 那就算了吧 省点钱 真正精彩 最精彩是全石 再来是环石 OK 好 日识蛮频繁的 那可以看到 台湾正在等待日识中 上一次日识 全石 1941年 基隆 下一次等到2070年 各位 2070年 最南端的恒春半岛 4月11号 所以孙教授已经可以想象 那个时候 全台湾的人 会集中在恒春半岛 多好的地方 日环石呢 上一次 2012年5月21号 下一次要等到 2215年的8月 所以各位 2215年 还要多久 195年 所以这次 咱们真的要办活动 2215年 我大概不是 科普网馆长了 所以我现在 好好办 把这个活动办好 就对得起 咱们广大群众了 这边有各种各样的时间 这个不需要我说 大家在网络上 都可以找得到 无论金门 马空 嘉义 台中 太阳馆都有 那这是日环石的实况 各位 除了科普网之外 还有看到了台北天空馆 嘉义北回归线太阳馆 嘉义是天空协会 在湘湖公园 也会办演讲跟观测 来到演讲最后 我想我们看一下 全时的画面 全时的画面是 我们也非常尊敬的 天文前辈 陶帆丁老师 所提供的影片 很精彩的是 这些厉害的专业的人士 他们就不是只有拍太阳了 他会顺便把地景 地上的景色也带进来 而这个地景呢 在嘉义关就是长城 多好的事情 大家看一下啊 看大家欢呼的 看刚好挡掉了 周边的日冕还蛮漂亮 因为这是一个短的日式 所以日冕很明显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左上角11点钟方向 有一个暗淡的星星 那个星星既然看得到 那是哪一个水星 左上角11点方向 那是水星 但你注意待会儿 它把镜头抬高了 再拉远一点 各位你会看到 另外一个星星 诶 有没有看到 金星进来了 所以一个水星 一个金星 离太阳最近的两颗内行星 在日时的时候 天气好 就会明显出现 你看全职快结束了 这个全职时间很短 我们的八场演讲 人类式的末日预言 到这边也告一段落了 很感谢我们展望演讲的朋友们 听友们对这一系列的活动 大力支持 这一季春季到这边结束 下一回等到秋季 定出主题 邀好的讲座 我们会重新出现在网络上 这次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 我们没有现场活动 只有网络线上 但是发现了它的好处 五远福建 远自五湖四海 全球各地的人都能够进来 在网络上 听讲 还有互动 我觉得知识的扩展 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 在我们结束演讲之前 孙教授会再次提醒大家 各位 您听了这个演讲 孙教授只有一个 小小的卑微的要求 当您的知识 有了进展以后 记得 要跟别人分享 跟别人分享 你看到别人弄懂了 脸上带着高兴的笑容离开 对你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感 更不用说 当越来越多人 分享了这些科普知识之后 对大自然的现象 都能够用逻辑思考的方式 去接受去判断 咱们这个社会 就会更趋理性和谐 好 希望大家能够 有一点小小的收获 今天的演讲 主持人告诉了演讲者 到这边该告一段落了 希望我们秋天 掌握演讲系列 重新开始的时候 在线上 在空中 在现场 再次跟大家见面 谢谢各位 大家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